原住民族历经不同政权 不当政策的压迫 造成生活经济和文化教育处于劣势 语言和土地的流失 更是难以贫富的伤痛 族人认为土地固有权力的归还 才能让总统道歉有实质意义 我想第一个我所想要的就是 把土地还给我们 另外一个就是 真正的若实原住民族基本法所归还的 这些我们的原住民的自治 我们的土地和海域法 还有我们的语言发展 我想这些东西先还给我们 它才有对原住民实质上的意义 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自己 原来的以前的自治区 传统的意义要回来 自己来管理自己 我们不必说到这么 像汉人目前的行政地区 所有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发展 更有族人提出 除了道歉 总统蔡英文更应该要走出总统府 到部落才能看见族人 真实的诉求与困境 我也希望说我们的元首总统 蔡总统可以 可以去身体力行 走各个台湾原住民的部落角落这样 然后看看部落的族人的诉求 或是说声音 给我们勇气 给我们脚的力量 我们要走到总统府 不畏烈日风雨 从7月2号开始 族人组成的为历史正义而走行动 串联部落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 横圈出发 行脚几百公里 要在八月一号原住民族日抵达总统府 诉求要道歉 要真相 希望我们所有族人都站起来 因为往年所有的所有的原住民的抗争 人数都相当的少 那也不是没有没有那个成功过 那人数的多寡 当然会决定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议题带进总统府 为历史正义而走 为历史正义而走 为历史正义而走的角踪 走进一个又一个部落 要带着族人的期待和诉求 前进总统府 要政府诚恳道歉 承认错误 族人认为这只是和解的第一步 道歉过后 政府如何满足族人期待的转型正义 才是另一个开始 记者要不许家中整理报道